很多人認為為商一定要全職做才有辦法做成功 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因為我們也是有很多夥伴是兼職做 做得非常好 非常用心的 我是認為你可以兼職做為商 或是兼職做你任何喜歡想要做的行業 但是我們兼職做的目的是什麼 你只是想要溫飽多一份收入 還是你想要透過這個兼職讓你翻身 或者是賺取更多的財富 然後完成你的夢想 那如果你是後者 想要賺取更多的財富完成你的夢想 那今天你兼職任何的行業 你都必須要用心 我覺得用心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身兼多職 但你必須專注用心在你每一個領域 你做任何工作不需要用心嗎 我覺得這也是對自己的責任吧 你上班不用心就是打卡上班 每天日復一日 那老闆也是看在眼裡啊 那你有可能被加薪嗎 不可能吧對不對 所以用心用心真的很重要 記得點讚關注哦